当播澳门 市民日报 澳门 2021年11月5日 新赌牌 追赴公共利益分享成果 议员李静怡在立法会 议程前发言关注新赌牌合同的规定 由需保障雇员的劳动权益 推动旅游业以至整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承担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 确保博彩业发展符合公共利益 给居民真正分享博彩业发展带来的成果 李静怡对新赌牌合同的规定提出如下建议 一 增加雇员福利保障 推动管理层职为本地化 提供更多职业发展机会 随继续实施张河和监场主任 不输入外雇的政策 新合同应明确规定博企管理层的本地人聘用比例 同有步骤逐步提升比例 推动博企为本地人提供更多培训 同职业发展的机会 也应有聘用残疾人士的要求 制定非博彩元素衡量指标 另外 它建议将博企员工待遇方面的表现 列作批级牌照的重要考虑条件 促使博企优化员工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特别需加强顾员退休保障等 对于不少博彩业顾员反映 卫星娱乐场贵宾厅的员工 同主场馆员工存在同工不同筹 福利交叉等问题 未来亦应明识博企有关管理职责 让员工获得公平待遇 2. 定定非博彩元素的衡量指标 实现促进经济多元发展的目标 新合同需名式 非博彩元素的衡量指标 增设例如亲子活动 表演娱乐项目 会展等吸引不同类型旅客的元素 尤其需设实医药履行监管职责 确保博彩业的层次得以提升 并推动多元发展 3. 加强带动社区经济 与中小企发展 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等社会责任 未来应要求博企为本地其他产业 中小企 与社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实质的推动和支持 优化赌收拨款参社会保障 4. 促进社会发展的博彩无收入款项使用 博企每年需拨出一定比例的博彩经营无收入 用以促进社会多方面的发展 建议需作出优化 例如将更大比例款项调拨至社保基金 以强化本劳养老保障体系 和用于社会博弱环节 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等方向 5. 完善博彩成批人资格要求 应设中期检讨和督促里扎机制 他认同完善博彩营运公司的资本 营运能力 同利润分配等资格要求 需确保有能力履行 对自身员工劳动债务的承担 亦避免一旦出现问题时 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并建议对博企就上述多个发展目标 法定、同合同义务等表现 作出中期检讨评估 有机制促使其真正里行 你收听的是安博澳门 这个短片是 由市民日报联同安博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